欢迎收看零点看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小成本恐怖伤势片《活尸电梯》 虽然电影都是在狭小的电梯里进行 但鸡精动魄的剧情还是值得一看的 克劳迪是位成功商人 早上他急忙前往公司和一位大客户谈生意 司机开着大奔把他往公司送 可路上堵车耽误了很长时间 到了公司电梯又突然出现了故障 他被停在六楼和七楼之间 他赶紧联系屋野公司来维修 可时间一点点过去 电梯维修人员仍然没有结果 而秘书又不断地打电话 说客户等不及了 克劳迪只好打电话催促维修工 对方说楼底电机坏了正在抢修 可话音刚落 电话里就听到一声惨叫没了音讯 无奈之下克劳迪使尽全身力气 想强行把门打开 可推开一条缝后再也打不开了 门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卡住了 他侧着身子出去可没成功 就在这时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 妻子说有一群疯子正在敲自家的门 非常吓人 街道上的人都疯了 可克劳迪说自己被困在电梯里 并让妻子锁好门窗不要外出 同时马上打电话让司机去家里看看 可司机却说路上非常堵 会晚点才会到 司机的话还没说完 在电话里就听到司机 好像被什么东西抓住了 司机也直接领了盒饭 这时大批人从电梯门口经过 他大声呼救可没人理会 被摔倒的秘书似乎也被什么东西抓住了 本想说几句 却被一股神秘力量拖走了 克劳迪正在愣神时 两个丧尸突然发现了他 好在丧尸进不来 他便脱下扶手 暴打丧尸 他努力平静下来 逃出手机看到新闻 原来城市已经爆发某种丧尸病毒 大部分市民已经感染成丧尸 街道都被封锁 看完后他给妻子打电话 可是没人接 而丧尸又向他扑来 好在电梯风行狭小 正在克劳迪绝望之时 出现了一位好心的警察胡子书 他与总部失去了联系 胡子书决定去楼顶检查下原因 走失还给了克劳迪一个手枪和一个对讲机 在克劳迪的指引下 胡子书很快就找到电梯故障的原因 胡子书刚开始一切都顺利 可突然克劳迪就从对讲机里听到大叔的惨叫声 克劳迪绝望地拿起枪准备淡自信 却发现大叔并没有死 他从楼顶掉下来了 他爬进电梯却被丧尸咬伤了 并告诉克劳迪在他完全变影之前 且一定把他解决掉 虽于心不忍 但最终克劳迪还是开枪打死了胡子书 这是手机响了 一看原来是闹钟 很快又接到妻子的电话 原来妻子没有死 而是被军队救了 他又有了活下去的意念 于是他便拿起扶手 把卡住的东西拿了下来 门终于被打开了 克劳迪走出公司 大街上横尸遍野 他来到避难所 电影最后他被执行的军队救走 不管生活如何艰苦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好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解说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转发收藏哦 我们下期再见